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是来帮他料理后事的 父亲有声要走 让小川代为收拾姑姑生前居住的公寓 松子所住的公寓里臭气熏天 到处都是垃圾与未经收拾的外卖餐盒 小川发现了一张松子年轻时笨鬼脸的照片 从来不与人交谈 不守规矩 身上总是臭臭的 沙马特邻居口中的松子姑姑很招人嫌 负责此案的警官赶到 问他俩是否见过照片上这位大叔 此人18年前曾和松子同居 因杀人入狱 刚刚刑板释放 门前的墙上涂鸦着 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时间回到松子23岁的时候 他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 有着动听的歌喉 休学旅行时发生了一件事 所住旅馆保险箱中的现金失窃 老师们怀疑 是松子所负责班级中的学生阿龙偷的 找到阿龙 他却死不承认 于是松子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 自己出钱 先替阿龙把钱还给旅馆老板 他的钱不够 便擅自从同屋老师钱包里借了一部分 老板却直接要学生签字来道歉 情急之下 松子竟然改口谎称 钱是自己偷的 这下麻烦了 教导主任同意帮松子把事压下去 但条件是 让我看看你的胸部 傻傻的松子就这样照做了 随后一位暗恋他多日的白衣老师 邀请松子去约会 松子将这件开心事 分享给长妻因病卧床 生活不能自理的妹妹九美 却遭来父亲的严厉训斥与责骂 羞愤交加的松子骑车离开了家 原来从孩提时代起 父亲就偏心眼病弱的妹妹 啥好事都轮不到松子 只有一次 父亲带松子去游乐场看表演 小丑做出的鬼脸令人忍君不禁 逗笑了全场观众 唯有父亲扔一脸严肃 于是松子模仿小丑的样子 向老爸督嘴 成功逗笑了他 松子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经常出其不意的做鬼脸 博取父亲欢心 既希望与父亲能将爱 向自己稍收倾斜一些 可老爸的孝容却越来越淡 拍毕业照时 松子做出的鬼脸 也不能逗笑父亲 反而令其感觉不快 此后落下病根的松子 每次被逼急时 都会做出那个鬼脸 校长获悉了他借用 同屋老师钱的事情 迫不得已 松子求学生阿龙 承认钱是他偷的 阿龙同意了 一扭脸去对校长说 是松子老师逼不他承认的 陷入绝见的松子 再次做出那个鬼脸 又气又脑的校长辞退了他 不顾九美拼命挽留 绝见的松子去意已决 他怨恨妹妹抢走了自己的父爱 险些将妹妹掐死 松子义无反顾的离家出走了 之后与一位刚出道的 潦倒作家同居 可这个家伙一写不出作文就撒九分 经常对松子拳打脚踢 松子向弟弟求助 小川父亲丢出一滴钱后 与他断结了家庭关系 分别钱得知 老爸在他离家出走三个月后 突发脑溢血去世 松子永远无法成为他喜欢的女儿了 递出刚刚得到的钱 作家却毫不领情 举手投足野蛮粗暴 这天深夜 作家留下一句话 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人已经不见了 松子冲出门外 眼睁睁看着他站在铁道上自尽 之后他做了作家的朋友 刚也的情妇 这天温存过后 松子假装按错门铃 见到刚也夫人的尊容后心里踏实了 这个女人的姿色绝对赢不了自己 前方道路一片光明 没想到第二天 刚也就发飙了 他因昨晚的事被太太怀疑 追问下坦白了自己与松子的关系 本以为有机会替代那个黄脸婆上位 刚也却扔下一滴钱 和松子断绝了来往 他再次被抛弃 松子不明白 为什么所有人都嫌弃自己 自暴自弃的他去当了御室女郎 为变得更优秀 松子每天坚持不懈的锻炼腰腿肌肉 渐渐成为当地最有名的头牌妓女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浴室倒闭了 女孩们一个个离开 只有松子还在一次又一次的练着蹲起 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家 看到父亲临终三个月前的日记 每天最后一行的结束语都是同一句话 没有松子的消息 看来之前误会老爸了 他一直牵挂着自己 热泪盈眶的时候久美发现了姐姐 松子却挣下一滴钱 陶也似的再次离开了家 他赶到无言面对妹妹 之后松子又与和他搭讪的小野寺同居了 两人一起靠投机发财 对从小缺少父爱的松子来说 只要找个人排就够了 但半年后小野寺堂而皇之的劈腿 还想私吞两人一起辛苦挣来的钱 松子气坏了 冲动之下将这个恬不知识的男人竖刀刺死 随后于跳楼自尽 但他的生存本能令他活了下来 时间又回到现在 一个大姐大带领一群小弟 将小川绑进车中 询问他与松子的关系 原来这位大姐大是位知名艾薇女优 和松子是老朋友 松子死前手里死死攥着大姐大的名片 他也想找到真凶 时间又回到过去 松子逃到东京 原本打算自杀的他 被名憨厚的理发师所救 随后便与其在此同居了下来 但某天理发师还在睡梦中 松子便被警察带走了 松子不得不离开爱人 开始了他八年的牢狱生活 他在这里结识大姐大 并拿到了美容师职业证书 为回到理发师身边 为了爱 他凭借坚强的毅力冲了下去 然而初一的松子 就看到理发师也另觅心欢 还有了宝宝 34岁的他只好默默离开 到一家美容院当理发师 与育友大姐大再次偶遇重逢 二人重拾友情 度过了一段愉快的美好时光 但在松子生日这天 无依无靠 没有家人 失去生活目标的他 却主动淡出了好友的视线 随后与曾是自己学生的阿龙重逢 并与这名黑社会小混合相爱了 他赶走前来探望 关心他的大姐大 随后搬离这里 两人失去了联系 直到18年后 在医院中再度偶遇 松子却有意躲避 大姐大只得强塞了一张名片 不六第二天 警方就发现了松子的尸体 这就是大姐大记忆中的一切 这时警方要寻找到照片中的刀疤男来了 原来他就是阿龙 知道松子已去世后接近崩溃 当年沦为黑道小混混的他 与松子老师偶遇后道出了实情 旅馆保险箱里的钱 确实是他拿的 热恋期过后 松子好言劝阿龙 别再混危险的黑道了 却遭到毫不留情的毒打 但他还是死心塌地的跟着阿龙 许是因为松子忍受不了孤独 为了阿龙只要能挣钱 他什么都敢 自以为这样就能收获幸福 可阿龙已沦为赌徒 挪用族里的钱去赌博 被发现后遭到追杀 走投无路之时 提出一起服药殉警 松子毫不犹豫地吞下药片 阿龙却怂了 他虽打电话报警赶走了黑方势力 自己却难逃牢狱之灾 然而无论受到多大伤害 松子都在执着地等阿龙回来 四十岁的他到监狱门口接他出狱 或许是因为松子的爱太过沉重 阿龙无法承受 竟挥拳间的奏翻在地 自己跑走了 但现在的他后悔万分 发疯一般上前与警方私打了起来 没了松子 他一生无可恋 只想一心赴死 电话中父亲告诉小川 你与你姑姑其实见过面 原来多年前 那个对他做鬼脸 和蔼温柔 亲和力十足的人就是姑姑 此时九妹已经肺炎恶化 撒手人寰 临死前还在念叨着松子姐姐的名字 被弟弟赶走后 松子搬到了这间公寓 附近有条和家乡很像的小河 他生前时常望着这条河流泪 此时的他已不再相信爱 也不再去爱别人 吃睡都在家中 思念着家乡与爱人 过着如同行驶走路般的封闭生活 失去人生目标 自暴自弃的他 逐渐变成一个慵懒 精神不正常的疯胖子 直到某天 松子爱上了光之组合里的一个帅哥 他开始疯狂追星 写了厚厚一笛信记去 却杳无音信 石沉大海 51岁的某天 在医院警察山里的他与大姐大重逢 大姐他递出名片 要他来为自己做美发师 然而松子回去后 却把他揉成了团 丢到小河边的草丛中 回公寓后 望着屋顶的风车 松子幻想着自己牵手为姐姐紧发 心结渐渐打开了 他重燃生活的希望 发芳一般跑到小河边 晕到了那张珍贵的名片 回家时 却遇到一群夜不归宿 吵吵闹闹的熊孩子 好心去那么早点回家 却遭到背后偷袭 被乱棍活活打死 松子就这样永远的倒下了 他的灵魂随着风在空中飘倒 松子终于回到了思念已久的家乡 慈祥和善的父亲 面带笑容的哥哥 还有可爱的妹妹 生命中曾经出现过的人 如走马灯一般依依浮现 松子的人生虽然已羡慕 却终于看到了父亲 发自内心的微笑 以及妹妹的原谅 或许久美从来就未曾怪过她 这是一部令人不敢看第二遍的电影 虽然影片试图用歌舞 欢快的音乐 来缓解她所带给观众的压抑 却仍然让人感觉 看后心里堵得慌 人的价值不在于得到多少 而在于付出了多少 若单从这方面来看 松子的一生活得很精彩 他付出了自己所能给的一切的爱给别人 却几乎没收获到一丁点的回报 被嫌弃 被背叛 被欺骗 由于父爱的缺失 松子一生都在追求被爱的感觉 初恋时 我们或许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不顾一切的付出 给自己的爱人 最后却被伤得体无完肤 有了被伤的经历 再次相爱时 我们懂得了 要给自己留有余地 要有所保留 要有自尊 因为我们都怕再次受伤 可这种互相提防的爱 是否有种未同嚼拉的感觉呢 松子却是个永远不知悔改 从不会吸取教训的傻子 他的爱太过投入 纯粹 尊义 哪怕爱的卑微 下贱 不对等也毫不在乎 或许这种令人窒息的爱 或令人感到有些无所适同 不知如何面对 这种百分之百付出的爱 世间难学 阿龙到最后才意识到 松子这样的人 如同金子般珍贵 然而已经迟了 宇哥并非提倡不对等 一味付出受不到回报的爱 感情的事 我也没有太多发言权 此刻我只想说 珍惜所有真心待你的人 多花些时间 给家人与孩子更多关爱吧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若喜欢我讲的故事 别忘了点击关注 并在微信里搜索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宇哥在天粉专区里 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特别的荣耀 宇哥的公众号里 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贵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准发和推荐 谢谢大家